气象鼠日估山土耳台风可能会在登陆台湾之后 迅速的减弱转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鼠就表示了这种现象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前一次是在2001年的谭美台风 如果山土耳台风登陆之后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话 将会成为史上第二个消散在台湾上空的台风 而根据气象鼠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风雨预测 包括了台北市山区等 全台湾总共有18个县市在明天都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 山土耳台风归宿逼近台湾的过程中强度持续减弱 有气象粉砖更观测到台风眼墙已经逐渐塌陷 气象粉砖用事实说台风也分析 山土耳台风自找苦吃在同一个地点太久 把温泉泡成了冷泉 强度无法维持只能吃自己 气象专家林德恩跟表示 山土耳台风在周五清晨到周六 有机会死在台湾降为热带性低气压 而要是真的发生 山土耳台风将会成为史上第二个消散在台湾上空的台风 2001年的台美台风 它是直接撞到中央山脉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它却引进了非常旺盛的西南气流 山土耳台风它目前是避开了中央山脉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署直言从历史资料来看 过去唯一一个死在台湾上空的 是2001年的台美台风 当时它行程之后向西北移动 在台东大午附近登陆 之后就快速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至于山土耳台风 有粉砖直呼 它是一个预报难度极高的台风 路径轨绝多变 连登陆的时间都往后延 甚至还有可能不登陆 这个数值模式是有呈现出 往中国大陆那边行进 完全不登陆这个台湾 秋天的台风 往往在我们预报人员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提战 旁边的低压 或是北方的朝鲜 都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 所以台风它的运动 就变得比较复杂 山土耳台风就在江门外 气象署示警 即便台风减弱 但环流结构依旧完整 带来的风雨可别轻忽 既然台北综合报道 山土耳台风持续归宿移动 高雄新子湾 海浪不断地往岸边拍打 差点波及到了路过的民众 而小港洲际码头以及骑津区 则是出现了海水倒观的情况 另外凤山区的KTV大门 疑似是不敌强风被吹开 往后撞击 整片落地玻璃碎裂 好几米浪高一泊泊重刷上岸 越过围栏派档上路面 还差点波及到行驶中的 车辆和行人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海行在一旁管制 台风还没完全登陆 高雄西子湾就已经出现 滔天巨浪 转往小港区 洲际码头厂区 靠近海边路段 海水倒观 直接淹成小河 民众千万不能轻风 轻呼这个台风的威力 转往齐津区 台风加上大潮影响 马路瞬间变成河道 这边有淹水了 附近居民无奈 海水倒观淹到了齐津市区内 一旁水沟盖 附和不了大量积水 不断冒出水来 路边停放的机车 轮子有一半都已经陷入到了水里 受到强风影响 风山区一间KTV大门 疑似不敌强风被吹开 往后撞击 只见整片落地玻璃 应声碎裂 至于全镇区瑞龙路 有大树被风吹到青岛 直接往路面砸 车辆行精险造波及 公务单位货报 也赶紧到场排除 而强风持续吹拂 也造成陈三明区 一处工地围离 整片倒塌 这一倒直接把 停放在路边的三台机车 给压在地上 找到其中一台车主 一号晚间 爱车被邻居擅自移走 移到了围离旁边 强风一吹围离倒塌 瞬间压垮机车 随着台风逼近 高雄地区灾情平传 提醒民众 务必多加小心 做好防范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综合报道 山屯尔台风 带来了相当惊人的雨量 台东太马里西 溪水暴涨 湍急的水流直逼提防 已让村民回想起 先前穆拉克台风 忧心再度溃提 而台九县南回公路 多处出现了土石流 泥流淹没道路 傍晚五点后进行预警性封闭 而位于土石流浅市区的住户 也赶紧预防性撤离 泰马里西西水暴涨浑浊 而且宽急 有如猛兽不断冲击桥蹲 滚温洪洪水相当猛烈 水是枝高直逼桥面 往下冲 还几乎快溢出提防 瀉洛山屠儿台风影响 台东降下好大雨 泰马里西水位急剧上升 虽然已经加放骚拨快 但想到15年前 莫拉克台风肆虐溃溃堤 村民们不免心生担忧 莫拉克那时候也是雨水这么大 风没有那么强 很紧张 这个天气雨下得太久了 有点恐怖 我也要做准备 不然你在香港破天时 你也是要走没路 雨水狂轰 泰马里地区 迪洼路面大淹水 道路变小河 不带排水孔涌现喷泉 水再随着地势往迪洼处 现在这个道路上面 其实因为这个雨势过大 山上其实这个溪水暴涨的状况 台九县南回公路 也因溪水暴涨 土石流淹井道路 碎石泥沙不断冲刷路灭 还有大树被连根拔起 触目惊心 因为发生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就是习以为常 但是会困扰 同样在台九县路 也相似为网龙过外方向 边坡土石松洞 大量土石泥流冲刷路灭 阻碍通行 台风带来近日雨量 北南乡大南西 河丽加西水位 也明显上涨 起风在危险路段 拉起封锁线 并协助比利梁20 约8户居民预防性撤离 土星桥这个水面 已经打到第六公尺了 所以我们怕会断桥 赶紧撤离的 还有达仁乡土板村 由于已达土石流 红色警戒 新兴社部落28位居民 转移到幼儿园避难 山坨台风持续影响台湾 就怕溪水液体土石流 接连引发严重灾情 各界绷紧神经 这中文报道 受到了山坨台风的影响 澎湖吹起了强风 港边更是刮起了 数公尺高的巨浪 失逢涨潮 海水几乎是要漫上陆地 居民绷紧神经 做好防台 而海空交通中断 菜价飙涨 高丽菜一颗足足 涨了一倍 摊商估计 至少要到周五之后 这个价格 才有可能会回稳 海浪波头汹涌 如同巨大猛兽 直冲而来 强风刮起 今天巨浪 直接冲过防波堤 前期比人还要高的浪滑 水就快漫上陆地 相当骇人 云民用绳索 细紧船只 就怕他们飘也飘 出了港口 损失惨重 来到马公市的第三 雨港台风适逢涨潮 海水几乎于马路骑平 远景干净 拉起封锁线 另一边十级 强风吹倒澎湖路 树威力不容小觑 山途人来势汹汹 强风与巨浪多重冲击 这几天船只陆续停航 多个航班取消 海空中断如同孤岛 其中三级离岛东雨平的海堤 更被海浪掏空塌陷 大潮马浪太大 大石跟它的海堤墙 有一小段已经被摧毁 因为海空交通都中断 菜饭也成了受灾户 菜竟不来菜家飙涨 高丽菜一颗足足 涨了一倍 或变少只能拿库存勉强卖 几啦 五百 五百七十块 平时差不多两百几块 这个昨天进来的 那再也没差差 对啊 台上估计 菜家周五才会回稳 虽然目前澎湖 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但海陆交通不便 约上千人受到影响 交通核实恢复尚未明朗 居民只判山陀人别釀灾 让生活尽快回归日常 解澎湖中的报道 融入 探湖我给大家 calend mim 解釀虾 grounded 二目的 卧脾 二目的 相ач的 不同 分